当你从街边的服装店走过 看到店铺内的假人模特时 或者在新闻上看到人形机器人的报道时 会有难以形容的不舒服的感觉吗? 数年前 电影的电脑绘图制作水平还很粗糙 每当看到CG人物时 都会有一种很难形容的不适感 我们把这种感觉 称之为恐怖股效应 这个理论最早是由日本机器人工学博士 森昌宏在1970年提出的 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然而30年后进入到2000年 随着机器人的普及和3D建模水平的提高 人们开始逐渐关注起了 曾经森昌宏博士提出的恐怖股效应 由于机器人与人类在外表 动作上都相当相似 所以人类会对机器人产生正面的情感 直到到了一个特定的程度 人们会对机器人变得极为反感 哪怕机器人与人类有一点点差别 都会显得特别刺眼 让整个机器人显得非常僵硬恐怖 给人一种面对形式走肉的感觉 越像人类这种恐惧感越强 好感度降至谷底 这便是恐怖股效应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恐怖股效应呢 目前主要有两大类解释 第一类解释认为恐怖股效应是由进化获得的 是人类在漫长的生存中逐渐产生了生理防御机制 而第二类则认为恐怖股效应来源于人类的认知模式 目前的科学研究结果对两种假说都有支持的证据 所以恐怖股效应很有可能是两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优秀配偶的辨识能力 和对劣质配偶的规避能力 像人又非人的存在 在外表上标志了低存活率、低生育率 也因此引发了我们的厌恶 这样的外表也可能预示了疾病、细菌、死亡 会使我们产生自然的规避行为 另一方面像人又非人的存在 象征了异化的人类自身 也许会激起人对自身生成状态 和存在意义的担忧 是否自己也是徒有外表 而毫无灵魂的机器呢 你认为恐怖股效应是怎么产生的呢 欢迎留言和我一起讨论 这里是脑补工厂 为你的脑洞加餐 我是老李 我们下个脑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